3月16日,內地證實321東行MU5735行班上132人全部罹難 我引述《人民日報》幾句說 132個施末生命,又是言而止 我們最終,無能判來奇蹟,痛何如哉 崇洋生命價值,查明事故原因,吸誓者以尊嚴,吸生者以畏直 自哀遇難者,家屬請保重 這也是我自己的感言 今天想說說,未必衝動拜登去完布魯塞爾出席北約峰會 G7會議和列席歐盟峰會之後,一事無成 拜登本來想和歐盟一起加大對俄羅斯的制裁 但結果搞不出什麼名堂 會議結束之後,他竟然改口,重新講過制裁俄羅斯的目標 拜登3月24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北約峰會新聞發布會上說 制裁永遠不是威懾對方 維持制裁和增加痛苦,是我今天要求召開北約會議的原因 目的是確保一個月之後,我們將會維持我們目前的行動 不僅僅是下個月,而是整個今年餘下的時間 不過,就連美國媒體都聽得出 制裁永遠不是威懾俄方的話,有點不妥 就在個幾月前,這次俄互衝突發發之前幾個星期 白宮國安全顧問沙利文在月11日的說法就不一樣了 據當時說,拜登總統認為制裁是為了威懾俄羅斯 同一個星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 他的聯合國提出制裁不是為了發動戰爭 而是為了阻止戰爭 而3月14日在北約峰會講話時 拜登對美國的北約盟友哭話,他說 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要保持團結 為了讓世界繼續關注這些野蠻 所有無辜的人生命都是失去和毀滅 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是普京,你會認為歐洲將會在一個月 六個星期或兩個月之內出現分歧 而我便必須保持完全的、徹底的團結 起24日早一點,拜登和北約領導人會議之後就說 普京指望北約分裂 我們在去年10月和今年1月初 跟他進行談話的時候 我就很清楚了 他認為我們無法保持這種凝聚力 拜登補充說,北約從未好像今天那樣團結 普京進入烏克蘭後得到的結果 跟他想要的完全相反 我們跟歐盟、7個集團中主要的民主國家 建立了同樣的團結 拜登為何改善說 制裁永遠不會威脅俄方呢? 為何又不斷強調不約的團結呢? 先講講制裁俄羅斯 美國原本以為拖著烏克蘭不跟俄羅斯簽訂和約 然後發動所謂核彈式制裁 就會搞垮俄羅斯 或者搞垮普京的政權 國蘭總項澤林斯基現在就要什麼都沒有什麼 美國甚至說制裁逼普京退兵都不敢說 為何拜登會這樣說話呢? 第一,制裁沒有達到美國預期的金融效果 結果事與願違 俄羅斯亮出歐洲買俄羅斯天然氣用盧布 一下子就推到歐洲天然氣的價格飆升 也頂住盧布和俄羅斯的股市 自然威脅不到俄方 也逼不到普京退兵 沒有辦法修改制裁達到的客觀效果 就修改自己人的期望 這就叫期望管理 拜登講出一個很奇怪的制裁目的 制裁為了增加痛苦 制裁的目的是為了今年餘下時間 不過國家都要繼續制裁 舉個例子 我就問你 你看過這條片的目的是什麼呢? 如果你說看片並不是想知道多些東西 看片的目的就是為了確保 自己到年底都要一直繼續看片 聽起來是不是有些搞笑呢? 第二,制裁反而令俄羅斯人更加團結 到了3月26日 拜登去到波蘭華沙發表演講 他說想直接跟俄羅斯人民傳達一個訊息 你們不是我的敵人 拜登說 我直接直接和誠實地對俄羅斯人民說 如果你能夠傾聽 請讓我說 俄羅斯人民不是我們的敵人 我不相信你會歡迎殺害無辜的兒童和祖父母 也不相信你會接受醫院、學校、產房 看著上帝的份上 被俄羅斯的導彈和炸彈光澤 拜登的演講結尾還爆肚說 不能夠比俄羅斯總統普京繼續掌權 大時候,白宮又否認 拜登又叫普京落台的意思 總之聽起來就很混亂 拜登當然想分化俄羅斯人和普京 但戰爭加制裁 令俄羅斯人更加團結支持普京 反對的只是少數 反對派包括資產被西方凍結了俄羅斯寡頭 那些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和比較西化俄羅斯人 最搞笑的是 英國等國家會收到俄羅斯寡頭的遊艇和公司股票 說他們是普京的老友 問題是,如果他們真是普京的老友 那些人為何要從俄羅斯調走資產呢? 西方制裁反過來令俄羅斯人向心力更強 第三,拜登這麼說是顯示 真正不團結的是北約 所以拜登才要不斷地說北約好團結 第二,對俄羅斯制裁的反作用力 令美國輕傷,令歐洲重傷 沒有自私式的制裁 加上俄羅斯的反制 令歐盟甚至英國直接受損 主要有幾個方面 第一,能源和食品價格大升 推升通脹,直接損害經濟增長 我們經常說GDP,經濟增長 其實是名義的經濟增長率減去通脹率 只是GDP這個所謂實質增長 通脹率升,直接減低GDP的增長率 3月22日,IMF國際貨幣基金會總裁 加奧爾基耶娃說 國際貨幣基金會將在下個月 再度下調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 相信風銀的歐洲會明顯受損 外界比較少講糧食問題 俄羅斯和烏克蘭是糧食和化肥出口大國 戰爭家制裁令到化肥、小麥等供應極度緊張 連拜登自己都知道 他說,如果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 日本、澳洲和韓國等國 開始了針對俄羅斯的制裁 這樣會導致全球糧食短缺 雖然拜登並未表示要鬆動對俄羅斯的制裁 但他就說,沒有正在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 要找方法談何容易 對歐洲富國而言 兩家的報章是通脹問題 但對窮國或富國的窮人而言 就是生存的問題 除了通脹之外 第二點,難民亦是大災難 外界估計 烏克蘭難民潮已達到500萬人 迅速變成歐洲自二戰以來 面臨最大的難民潮 歐洲團結亦出現更大裂痕 烏克蘭難民絕大多數先去東歐國家 特別是烏克蘭西部接壤的波蘭 然後希望移居西方 美國不想大量收容烏克蘭難民 唯有出錢搞定 這次拜登就成了會再提供10億美元給波蘭 讓他處理難民問題 拜登的波蘭陪去烏克蘭難民的小孩子 拍照照片 但這樣做,完全不會為他拿到分 因為問題正在擴大而不是解決 其他歐盟國家基於人道理由會收容難民 但最後就成為社會分裂的大炸彈 美國開支票,歐盟就來埋單 拜登26日起波蘭 就烏克蘭危機發表長達27分鐘歷史性演說 除了重新他對烏克蘭的支持外 他亦認為這場戰爭是俄羅斯的戰略失敗 美國媒體《華盛頓郵報》就很捧場 說拜登這番強烈的言論 甚至超越冷戰時期的美國總統 美國媒體捧場到如此 講到拜登歐洲之後好像很成功 不過我們可以簡單總結 第一,美國制裁俄羅斯達不到預期的效果 第二,不欲並不團結 很多國家頂不信能源和糧食短缺 怕通脹狂升 不想制裁一直維持下去 只有美國很想堅持 偶像人對拜登訪的評價就不太好了 德國新聞電視頻道發表題為 拜登已輸掉戰爭的文章 作者是政治評論家 俄爾·佛拉姆·魏默 主要內容是這麼說的 魏默說 這本來展示強大實力的峰會州 美國總統拜登 親自前往遭受戰爭衝擊的歐洲 並且希望在北約歐盟和七個集團峰會上 促使西方結成所謂反俄同盟 但前來拜訪盟友的拜登 自身的地位亦都搖搖欲墜 目前他很難展示出強大的一面 原因有三個 第一,拜登在美國內政方面被嚴重削弱 他的民調結果不是差勁,簡直可以用災難來形容 他入主白宮14個月之後 資政滿意度只有40%到43% 幾乎是低於美國現代史上所有總統的同期支持率 只是僅僅高於2018年春季的特朗普的支持率 一般來說 國際危機有助於提升美國總統的民調之中的滿意度 因為這時候 美國人會在情感上支持他們的總統和最高指揮官 但這次和以往不同 過去14天內 拜登的支持度稍微上升之後就持續下跌 美國民眾越來越高聲地批評 拜登連賣體衰,而且領導力很弱 美國倉儲撤離阿富汗 被視為拜登外交政策上軟弱無力的徵兆 在美國國內充滿爭議疫情管理和高通脹率 又令拜登備受指責 美國通脹率在今年初達到40年以來最高的水平 國外黨人正在大力宣稱 沃蘭戰爭是拜登外交政策的失敗 但有份美國媒體認為總統的軟弱形象 會讓民主黨在今秋中期選舉吃大虧 民主黨內就開始為拜登尋求繼任者 目前被提到最多的名字 就是副總統夏錦麗,交通部長布蒂吉格 商務部長雷蒙多和伊利諾伊州州長傑普里茨 第二方面的問題,拜登和沃蘭問題上 在今為止表現不佳 華盛頓軍官和外交官指責拜登 在歐沖衝突前作出誤判 並犯下戰略溝通的錯誤 他們認為美國從阿富汗倉儲撤軍和華盛頓釋放了 沃蘭不是美國核心利益的綏靜訊號 鼓勵了普京發動戰爭 拜登誤判了普京 而拜登的兒子亨特 在沃蘭業務上的貪污嫌疑 也令拜登的處境十分尷尬 拜登曾經十二次到訪華盛頓 而他的兒子亨特 起刑14年克里米亞事件發生之後不久 在沃蘭天然起公司布里斯瑪 擔任一個利潤豐厚的職務 因此,拜登父子公眾眼中的形象非常尷尬 拜登為華盛頓安排了巨額美國援助 作為回報,他的兒子在華盛頓獲得一份高薪工作 亨特·拜登既然不是一位特殊烏蘭問題專家 亦沒有天然起行業的工作經驗 為何可以找到那份工作呢? 拜登的第三大問題是 他在世界大國的地緣戰略衝突中顯得軟弱無力 在烏蘭的衝突中 沒有資金都不能讓印度這些國家 站起西方的一邊 印度不願意激怒俄羅斯這麽重要的軍備提供商 同時還對俄羅斯的廉價石油垂弦欲敵 毅默認為拜登的行動餘地相當有限 他可以通過歐洲之行 將正式鞏固北約 並向東歐國家保證團結 並端出歐洲各國繼續加強國防 但在2022年拜登在世界舞台上 展示的是一個失敗者的形象 儘管美國提供武器支援 但在烏蘭的軍事上的失敗 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戰爭結束之際 最理想的狀況 只是留下一個滿目倉儀 被嚴重削弱的中立化烏蘭 而全世界將它見證美國對此束手無策 而拜登的制裁政策 亦可能是觸男打掃一場空 因為印度等國起幕後不配合 更可怕的是 美國與他的盟友實施制裁 可能在西方導致更嚴重的通脹和供應鏈問題 這些問題現在已經困擾著拜登的總統生涯 毅木說 拜登的歐洲之行 仿佛一次狼瘡的部隊檢閱 接待他的是警方失措的夥伴 背後就是一場要輸掉的戰爭